林倫偉議員 謝謝主席 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 本人議程前發言的題目是 關注青州新社區的規劃及社區發展 青州位於澳門的邊徐 過往較少人居住 因為歷史及私人土地的問題 過往政府對該區的缺乏管理 也沒有做好該區的城市規劃 所以過去存在霸地 中途倉處理不當 青州山保護不力 交通不便等各種問題 隨著青州公屋群的落成 愈來愈多居民搬入該區 根據房屋局的資料顯示 以青字命名的公共房屋單位有五千多個 形成了一個大的社區 而青茂口岸落成之後 會進一步帶動人流及車流 為該區帶來沉重的交通壓力 社區配套有待完善 近日就有居民反映 因為青州方地下開始有住戶入住和裝修 地下的休憩區和巴士總站 經常泊滿了一些違泊的車輛 甚至有車輛直接駛進地下休憩區和行銀路 地下附近的行銀路 也有不少建築廢料被棄置在路邊 容易發生意外和存在安全隱患 雖然市政處和交通局等部門有作出跟進 但過一段時間後又固態伏盟 有意見認為這些是公民品德的問題 但當局也有一定的責任 青州方及周邊的公屋群拖延已久 理應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做好該區的交通規劃 和城市配套 但青州方因為防火雜的問題 令地庫公共停車場和巴士站未能配合使用 加上運建辦在興建公屋的時候 並未能在設計和交通配套上做好規劃 浪費不少公共空間 網路也未能完善 才引發這些亂象 未來各部門有需要加強溝通和協調 與居民入住之前做好相關的配套工作 減少不便和混亂的產生 縱使政府曾經提出 青州都市化整治計劃發展大型社區 計劃包括搬遷青州的臨時燃料中塗倉 在青州建設街市和衛生中心等社區設施 但至今仍然未能完全落實 公務局曾經表示這個計劃只是研究 成規法出台之後 有關研究已經沒有法定的地位 不過會基本遵循有關的內容作為參考 青州目前是按照成規法 逐幅土地提交規劃條件圖 這樣的情況令人擔心 該區的城市規劃 會不會變得見步行步 未來將衍生更多問題 該區內將會有越奧新通道 以及連接快置機和關閘等人口籌密的區域 有必要做好相關的規劃 是未來澳門城規的重要研究課題 希望當局及早公佈城市總體規劃 及完善該區的分區規劃 將青州打造成為一個環山磅水的二人新社區 讓該區的居民可以安居樂活 多謝知者